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在面对经济挑战时的全新策略 刺激政策首次提升税收 根据最新报告 中国在10月份的税收收入达到了1.907万亿元人民币 实现了1.8%的同比增长 这一切都得益于北京的政策推动 消费的复苏是这一增长的重要推手 10月份的消费税更是同比增长了惊人的10.2% 随着双十一购物节的提前启动和消费品已旧换新的活动 零售销售也迎来了4.8%的增长 显示出消费者信心的回暖 财政支出加速至10.4%也为这一增长提供了支持 面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 中国当局在9月底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 并宣布了6万亿元人民币的额外债券配额 以解决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问题 这一系列举措显示出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挑战方面的决心和灵活性 随着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市场的目光将再次聚焦于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 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再次设定在约5% 而这一系列刺激措施是否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复苏 将成为我们未来的关注焦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网报栏目今天为您带来一篇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聚焦于中国最新的经济动向 文章揭示了在今年10月份 中国的税收收入首次出现了同比增长 这一积极的财务表现主要归功于政府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 根据中国财政部的官方数据 10月份的税收收入达到了1.907万亿元人民币 折合约2630亿美元 同比增长1.8% 这个数据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在国家设定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 增加了财政支出 从而推动了整体财务收入增长了5.5% 在这一过程中消费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根据国胜证券的分析 10月份的消费税同比增加了10.2% 这一增长幅度相比9月份有了26.5个百分点的显著提升 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10月份零售销售数据的强劲表现 还得益于消费品以就换新政策以及双十一购物节的提前启动 双十一购物节如同美国的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 是消费者的购物热潮 中国的零售销售在10月份增长了4.8% 这是自2月份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 显示出消费者信心的提升 同时政府的财政支出增速也加快至10.4% 达到了1.97万亿元人民币 这一增速相比9月份的5.15%有了显著的增长 为了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 中国政府在9月底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 包括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试图通过这些措施来重振经济 以弥补房地产行业的困扰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以及消费信心不足等挑战 此前中国政府还宣布了额外的 6万亿元人民币债券配额 意在解决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 国胜证券指出 中国政策的基本逻辑已经发生变化 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杠杆操作上的灵活性 显著增加 未来可能会推出一系列新政策 这将积极推动经济复苏 短期内市场的关注焦点 将集中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和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根据数据 中国在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4.8% 而政府再次设定了约5%的年经济增长目标 这一系列政策和数据表明 中国正在努力迎接当前的经济挑战 试图通过刺激措施推动经济复苏 随着消费者信心的回暖和财政支出的增加 中国的经济前景看似正在逐步改善 通过这些努力 中国希望不仅能够维持国内经济的稳定 还能为全球经济带来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 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仅是在应对当前的挑战 还在为长远的发展打下基础 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实施 尤其是在消费和地方财政支出方面的积极表现 未来中国经济的复苏势头值得期待 《华尔街网报》将继续关注和报道这一动向 为您带来最新的经济分析与解读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刺激政策是政府或中央银行 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措施 旨在促进经济增长 并应对经济衰退或低迷 通常 这些政策通过增加公共支出 降低税收或调整货币供应来实现 以促进消费、投资和就业 刺激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 主要源于凯恩斯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 市场经济不总是能够自发达到充分就业状态 特别是在需求不足时 政府需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干预 财政刺激政策通常包括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税收 直接影响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支出水平 另一方面 货币刺激政策通常涉及降低利率 或通过量化宽松等手段增加货币供应 以降低借贷成本 刺激投资与消费 历史上 各国政府在面对经济危机或萧条 时常用刺激政策来恢复经济活力 例如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 美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方案 包括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 旨在通过基础设施建设 扩展公共服务和提供税收优惠来推动经济复苏 此类措施在短期内通常能够帮助经济恢复增长 但也常带来债务增加和通货膨胀等潜在问题 在货币政策方面 中央银行通常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活动 降低利率可以减少企业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 鼓励更多的投资和支出 当利率接近零时 传统货币政策的工具的效率减弱 这时中央银行可能采取非常规措施 如量化宽松通过购买政府和私人证券 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刺激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总是立竿见影 且可能造成长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例如过度依赖财政刺激 可能导致国家债务累积到不可持续的水平 增加未来偿债负担 此外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 可能助长资产泡沫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在评估刺激政策的效果时 经济学家通常会关注 其对GDP增长 就业水平和通胀率的影响 然而 这些政策也可能产生分配效应 具体表现为不同收入阶层 和地区受益程度的差异 因此 政策设计时需充分考虑公平性和可持续性 近年来 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化 刺激政策的实施 也面临新的挑战 例如在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时 各国政府普遍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 然而 随之而来的供需失衡和供应链中断等问题 又引发了通胀压力 迫使政策制定者 在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之间寻求平衡 综合来看 刺激政策是现代经济治理的重要工具 其成效依赖于政策设计的合理性 以及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准确判断 在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变革的背景下 刺激政策的事实调整和创新 将是各国应对经济挑战的关键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